大家好 欢迎来到Fury的安装教程 本期我们讲解的是引力系列A柱集成照明系统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部件 目前我只从包装箱里面拿出了副架部分 它的一整套套件是包含主架和副架两部分的左右镜像的 就是这一部分的另外一面 我没有拿出来因为太多了配件 先跟大家讲解一下都有哪些配件 整体是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支架系统 还有一个照明灯 Fury的照明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明灯 它是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我从灯开始讲起 那这个灯首先它的散热 一定是所有灯里面散热性能最强的 目前市面上的照明灯 静止状态持续半小时以上 这个灯是比较烫手的 大家应该都有些精力 那Fury的这款灯 咱们把散热板已经做到了极致 非常大的散热板 不管静止多长时间 它一直是一个比较温温的一个温度 不会烫手 它的散热性能非常之好 里面镶嵌了碳纤维的部件 它最大的亮点是咱们的快拆 它做成了快拆结构 快拆结构 跟相机的底座是一样的一个快拆结构 你搬动这个旋钮 到打开状态 那咱们的配备的这个滑块底座 就可以从这个灯上滑下来滑出来 可以滑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滑进去 抠紧 它就不会动了 就不会动了 打开就可以把它抽出来 这是咱们的一个快拆系统 它是非常牢固的 另外这个快拆系统 大家不用担心越野过程中可能会把它垫掉 比如说把扳手垫松了 它会不会滑下来 那不会 我专门今天准备了一个样件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咱们的燕尾槽部分是有一个锁纸销 也是一个线位销 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这个灯才能从这抽出来 你把它锁纸上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销钉卡住这个灯 它是不会前后移动会掉的 是不会掉 有个安全销 这个大家放心 专门准备一个结构给大家看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灯的另外一个功能 这个灯除了快拆以外 它还能实现上下调节 上下调节是靠这根连杆 大家看到没 这有一个联动结构 像一个拉杆一样一个摆臂 我们配的有专用工具 你用专用工具去锁这颗螺丝 转动这根旋转轴 那这个灯的底座会跟灯产生一个角度 产生一个45度下摆角度 可以来大家方便调整你的照明角度 另外我们配备的这个灯板 是上散光下聚光 它的射程会比较远 那综合它属于一个散光灯 属于一个散光灯 因为聚光灯的话 它就一个点 它的夜间照明系统不是特别好 照明效果不是特别好 我们的对插头 对插头是快拆的 是快拆的对插头 快拆对插头 非常方便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 因为大家都在路上遇到过一些被警察叔叔查灯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我们把它实现了一个快拆 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当地并不支持你装灯的路段的时候 大家可以立马把它拆掉 快拆掉 好 灯就讲解到这 另外这个灯呢 我们出厂是配备了两块这个雾灯的黄光灯板 方便大家替换 因为有些用户呢 他喜欢雨天或者雾天的时候去出行 或者说在户外活动 黄光的穿透力会比较强 那咱们替换这个黄光灯板 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工具的 大家可以手动替换 因为我们出厂配备的是白光灯板 那大家更换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些螺丝松掉 我们配的有专用工具 把它拿掉了之后 里面还有八颗螺丝拆掉 大家就可以提换这个灯板 密封条我们也给大家配备的有备用的 整体的这个灯是非常有质感 大家看一下 它侧面的所有的字母 包括Fury的主标 都是一个浮雕的镜面高光 非常有质感 包括碳纤维跟金属件的镶线关系 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接着说咱们的集成导轨部分 它除了能固定咱们的灯 还能固定其他的外挂设备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轨的一个造型 首先它的整体的机械结构 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有质感的 咱们的Fury的主标也好 咱们的认证标也好 它都是一个浮雕 一个高光镜面 而且为什么这次我们重新做回了太灰色 是因为咱们的这一套照明系统 太灰色装车效果是非常之好 大家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效果图和装车图 那这个轨呢 三条 一二三 分别有三个角度 第一个面 第二个面 第三个面 都是可以用来集成咱们的装备的 而且是可以上下滑动 调整角度的 那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出厂配备了七个底座 七个滑块底座 那这七个滑块底座 为什么七个不是八个呢 明明是两对嘛 对不对 为什么是七个 因为其中是包含了一个这个 GoPro的支架 包含了一个GoPro的支架 因为GoPro大家通常只不用一个机位 所以说我们就只配备了一个GoPro支架 另外的三个分别是一对 另外一面也是一样的 另外一面也是一样 那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咱们的第一个模块 那第一个模块的话 它是一个斜面 大家这就能知道 它是装在哪个位置的了 这个支架咱们平时这样装 对不对 如果你的射灯位需要在侧面的时候 那你的灯肯定是要平的嘛 所以说它就会有一个转角的角度 那你的保证你的灯是平的 可以插上去 这是咱们第一个模块 所有的模块都跟刚才一样 它都是有一个360度的旋转旋钮 咱们旋钮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 跟刚才一样 所有的旋转它都是一个可深拉的 它里面是跟堂皇的 那你的深拉就可以来调整这个旋转的角度 可以继续旋转 它有一个深拉 大家看一下 都一样的 那这个模块呢 是装在咱们的第一个面 平面上的 平面上的一个装甲 一个装甲 咱们可以把灯纵向卡进来 然后实现一个快拆 灯是卡在咱们的模块上 模块是在咱们的倒轨上 倒轨可以这样的移动 可以这样的移动 三条轨都可以 那为什么这个支架比较特别 上面会有四格螺丝呢 在这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配了有工具 咱们的灯啊 正常的纵向状态是 这样的一个探照状态 是往前照的 往车子前方照 那有一些用户呢 他比较习惯 灯是往侧面照的 灯是往侧面照的 往侧面照 那我们就会调整这个模块 大家来看一下这四格螺丝 你只需要把它松掉 这是一个长形孔 把松掉之后拿开 转到另外一面 再把它锁紧 那灯就能实现 你的90度照明 90度探照 这个模块是调整这个用的 那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 第三个模块 第四个模块 这是一个通用模块 通用模块是干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射灯 是永远需要一个模块来支持 才可以实现快拆和固定的 那这个模块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长形孔 你可以装在你的车 和任何车的任何部位 只需要把这个模块固定住 就可以把咱们的灯实现一个安装 实现一个快捷的安装 这个模块是通用模块 可以装在任何地方 那大家现在清楚了咱们的四个模块 清楚咱们的四个模块 首先是一个平面模块 斜面模块 斜面模块 GoPro的机位固定模块 还有咱们的一个通用模块 咱们的模块是分这四种 总共是两边七个模块 除了这个GoPro以外 那另外 这个就是一个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 它有分别不同高度的三个支撑块 是用来支撑咱们的 导轨的底座的 支撑咱们导轨底座的 这个是很简单 安装只需要三颗螺丝 原装位 那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 一个橡胶垫 一个橡胶垫 它是带3M背胶的 这个橡胶垫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怕大家安装这个 导轨的时候 会跟车身有一个摩擦 会把咱们的车身搞花 所以我们配备了一个 橡胶垫 这样的一个更有效的 保护咱们的车身 它是完全按照咱们的产品 去一比一开模的 非常精准 所以大家安装的时候 也会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缓冲作用 因为我们的射灯 是配有独立包装的 大家是可以单独采购射灯的 我们每一个射灯 都会给大家配备 一个通用底座 一个雾灯灯板 和一套拆解工具 大家可以把它安装在任何地方 可以把它安装在任何地方 那好 现在咱们的整个一个结构和配件 还有它能实现哪些功能 基本上跟大家讲解个差不多了 现在咱们就开始装车 大家看一下装车效果 好 现在咱们就开始装车 首先我们这个背胶 我们也就提前粘好了 大家到时候粘这个胶垫的时候 要自己粘起一点 它就会更美观一点 更美观一点 因为我们都是按照轮廓去开的膜 就是大家只要细心一点 能把它粘得非常好 然后咱们就开始把它往上面装 在咱们A住的这个位置 在咱们A住的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需要去把这次高螺丝 全部都要先拆掉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螺丝已经去拆掉了 拆掉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天线也去拿掉 拿掉之后 我们去把这块板 这块石板去给它先拿了下来 拿了下来之后 我们需要去装我们这个线束 线束是从里面去走的 以便于更美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线束 我已经装进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我们从这个侧边上来 去夹到这个位置 之后我们再去把我们的这个石板 去放进去 放进去来注意一点 我们这地方是用的是一个原车的螺丝 之后这边 这边是我们直接就可以直接去装我们的灯架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灯架是装到这个位置的 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箱里面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袋子 我们去打开它是里面是我们的装配螺丝 首先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两颗M6电片 先放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放到这个位置 去把这个黑色的长柱子 它里面会带有两颗黑色的长柱子 我们去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这颗里面这颗短柱子呢 是装到原车子这个位置 我们先放到它的灯架上面 因为这边这样便于去安装 去给它怼到上面 最后就去把上面这几条螺丝去给它拧紧 这个灯架的机架就是装配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A柱灯架现在已经装好了 装好之后我们去把刚才放进去这颗线 去给它固定到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地方是会有一个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把我们的这个线束去固定到这个侧边 大家发现这个地方如果长的话 可以从背面去给它拽进去一点点 输进去一点点 这样可以更美观一点 下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包装箱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45度角的一个直座 这个直座是用于这个侧边的 去把它锁紧 在我们里面还有这样一个直角的一个 是在最上面装的 我们去卡到这个最上面来 如果你发现这个背后的这个 背后这个旋钮如果它是有 有那个角度不对的话 如果它是靠上面的话 你灯也是装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 一般来讲是去把这个旋钮往外拉 往外拉它可以可以自由转动的 去给它放到最下面 之后我们就是去把我们的灯卡到我们这个 最上面 这个支架 或者是你去放到这个侧边的这个支架上面 最后我们去把这个地方去锁紧 好 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灯的安装 基本上就是这部分就可以完成了 在我们这个箱子里面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通运旅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 我们在这个支架是去装我们前杠 或者是你这个后杠 还有你的行李架上面用的 这个是我们是装到我们原配偶的这个换行的前杠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拓展孔 我们去把这个支架装到我们这个拓展孔的一个位置 我们去把这个支架装到我们这个拓展孔的一个位置 最后呢 我们去把我们的灯 可以直接去卡到它上面 最后呢 我们去把我们的灯 可以直接去卡到它上面 可以直接去卡到它上面 当然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标配的一个啊 GoPro的一个支架啊 它是给这个GoPro去用的 我们可以可以去装到这个侧边 或者是你上面啊 任意一个导轨它是都可以的 这三条它其实都是一个导轨 最后呢 我们去把我们这个GoPro的这个支架 还有它的主体去给它去卡到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根据我们这个不同的环境 我们配有这样三样灯板啊 一个是黄光的啊 半聚光的一个半散光的一个灯板 还有一个全散光的一个黄色灯板 还有一个全散光的一个透明灯板 当然我们标配的是一个半散光半聚光的一个 啊 是一个灯这个 之后我们去给它替换一下 我们需要去把这个侧边这些螺丝 去给它拆除掉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侧边的 啊 包括旁边的这两颗大螺丝 啊 两边各有一个 就去全部拆除掉啊 拆除掉我们去直接从外面拿 去把我们的这个外灯罩先去拿掉 拿掉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还有八颗螺丝 啊 这个八颗螺丝我们也是需要去把它拆除掉的 当我们把这个上面螺丝全部拆除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上面这个外框啊 去给它拿掉 啊 现在就是把这块灯板给它也拿掉 我们去换成我们这个拒拒半聚光的黄色的这个灯板 啊 我们里面啊 也会配有这样的一个防水胶垫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也有防水胶垫 还有外侧这个地方也有也有一圈防水胶垫 这个是我们是标配的 去把它放到里面放里面之后 我们去原装位的把这个几颗螺丝先去给它拧上 啊 当然我们这个是有方向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会有一个缺口 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图取它定位用的 我们去把它扣上去 完之后去把螺丝对角的去拧紧 啊 我们现在这个外框 我们现在已经装上去了 但在装我们这个外侧这个灯罩的时候啊 有一个技巧 有一个位置它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上面的这两个螺丝啊 它是有一个很短的一个 要比其他其他地方的螺丝都要短 是装到上面这一排的啊 后面靠近散热板这个位置啊 和侧边这几颗螺丝它是一样的 嗯 我们这个螺丝就比较长 如果你把这个长的螺丝装到这个位置 它是装不进去的 然后大家这个地方得注意一点啊 其他位置都是原装位去恢复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灯也具备一个调节啊 高低的一个功能啊 这样去调节高低的功能 我们需要去把侧边这两颗螺丝啊 我们里面会带有相应的扳手 去给它调节一下 调节一下 完了之后去把我们侧边这两颗螺丝给它松开 啊 松开之后我们去用那个7号的一个扳手 去夹到中间 反正左右拧啊 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高低的有功能了 好 现在咱们这个雾灯灯板就已经更换完了啊 再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咱们的这个集成导轨啊 咱们这个集成导轨的模块是非常灵活的啊 非常灵活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安装和调整 三条轨都是可以固定东西的 你看现在就是把咱们这个购口支架装到了第一条轨上啊 咱们的斜面灯架 咱们的平面灯架 而这个射灯啊 它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根据自己的需求任意调整的 你可以装在平面灯架上啊 把锁紧就OK了 你也可以把它装在斜面灯架上啊 装在斜面灯架上啊 把它锁紧就可以了 那咱们的这个对插头也是非常方便啊 也非常方便 直接把它插进去就OK了啊 直接把它插进去就OK了啊 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开启的时候 大家看这边的按钮啊 咱们的母头按一下就可以把它拔掉啊 就可以把它实现一个快拆 那咱们的GoPro呢 也很简单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咱们的平面灯架上 因为要给咱们的GoPro预留出来这个固定位置啊 卡紧 然后把咱们的GoPro卡到上面啊 卡到上面 它是有很多固定机位的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来去调整啊 来去调整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灯的主体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完成之后我们去把它的线头这边去接啊 我们这辆车呢 是配有的是YBOSS 啊 我们是去直接去把复级直接去大地 大地之后 这颗蓝线就是它的正级 我们去接到我们这个YBOSS的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现在咱们就安装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协调性是非常高的 很有装备感 机位的合理性啊 各方面它都是比例比较协调的 比例比较协调的 如果大家需要调整这个灯的角度 还是这根连杆 大家去调整啊 就可以了 它就能实现一个角度调节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整体比例 做方便细节的制感 啊 都是非常够的 你